大家好 文學長 大家好 我是達文西咖啡的智洋 Steven 那今天很開心又來到達文西咖啡 要跟Steven老師來做PK了 然後今天我們要衝的是 這是台灣阿里山 COE第五名嗎對不對 野武丹莊園 他拿到第五名 野武丹莊園的日曬 那老師我們先來衝吧 好 我用的研磨度是比粗一點點 稍微粗一點 可能是小數是大概在五左右 那我大概會再出戲大概在四左右 好 老師的東西都比我吸 我知道 我吸管用比較粗 那我水我用95度 因為我想說日曬一機嘛 是 那我等一下在松鼠的時候 我會前段用比較高的溫度 然後會在中段跟後段去加冷水進來 去讓它做一個降溫的萃取 後半都會跟 其實因為老師跟大家聊一聊 COE這次的比賽 對於全世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台灣首間 它代表什麼意義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了解 十七克的粉 十六克 好 那我會先做悶針 沒有想像中那麼淺耶 還好喔 因為其實它很甜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顏色其實是滿深的 因為研磨丹我們跟它接觸 它對於咖啡熟度的篩選非常的嚴格 一點點黃那就不要 確實我看起來不像 液劑一般有時候烘的很淺很難悶對不對 對 我這樣看起來膨脹程度還是蠻好的 還不錯 蠻舒服的 有時候液劑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比較不吃水不好沖 那我在30秒左右我就會開始 第二階段的注水 那我就一樣會注 50 好 那我大概45秒好 我來做大水沖法 這個是我衛星盲設計的 空氣湧出 快速上水 然後呢 回正中間下手法 抽它 抽到200 ok好 那我剛剛已經加了一些冷水進去 然後讓它的溫度已經到了大概接近91 90度 你70多少 我剛剛就是看溫度加 所以我倒沒有去算我到底加了多少 剛開始第一段多少 第一段我第一段是93 93 那第二段是大概到90 那5050嗎 對 那我第三段就還是一樣用這個溫度注50 是我們第一部那個影片的變化型 是的 ok 好 那我的第一段水流完了以後 後半段呢 我就用小水 來做一點甜感 然後降低它的老流 那種水用很小很柔軟 就是目的是為了讓它 風味有出來 但是不會有太多後半段的浮雜味 所以用小小的水 然後利用西芒濾杯的側性 就是下半部的流速慢一點點 所以它就形成一個浸泡狀態 然後我現在再加一些冷水 讓它大概接近85-86度 然後把最後的50再裝進去 好像是不要閃那麼大 對對對 這樣我待會如果我很煞很尷尬 不會不會 你降兩次溫 對對對 好 既然要降溫我們就 反正水就放旁邊了 降到第一次 然後2分20秒就流完了 所以你的流速比較快 我這個沖法流速做蠻快的 流速比較快 你還有一次嗎 我已經到沖完了 所以我就會等它自然的流完 然後等一下會回來喝一下味道 再看有沒有需要再加一點水做調整 OK 主歌老師的沖法差蠻多的 大家可以來研究一下 畢竟你的研磨度比我稀 是比較細一點 我們沖煮的 其實前幾部影片我會覺得說 我們沖煮的邏輯差蠻多的 你是比較細研磨 然後做比較多的萃取 那我基本上我會比較粗研磨 然後它的本來就做比較開一點 是 的風格 大家可以都可以試試看 是 好 沖完了 好 OK 我們邊喝邊跟清老師來聊一下 好 那這次COE 其實很棒的是台灣首一屆 第一屆COE 那COE其實它是一個組織 那它會到全世界的各個國家 產生豆子國家 邀請農民寄豆子來 然後它統一的烘焙 然後請專業全世界的評審來揹成 最後打完分數放在網站上面讓全世界來競標 所以它就是一個競標的 對 一個組織 然後它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 所以台灣今年第一屆能夠參加 就會讓全世界的人都喝到台灣豆 咖啡 然後並且能夠真的下單 依照他們喜歡的風味 所以它代表就是咖啡豆的品質 對 一定要到一定程度才會參加這個比賽 是 所以在其實今年有56支創建 那我們在國內輪篩選 其實篩選到最後剩40支 56分之40支 對 然後再把40支交給國際評審 那因為我也有在國際評審裡喝 所以我們最後是篩選完之後的前Top20 然後並且Top10再合一次去決定前面值的分析 所以其實本來參加56家的 56家應該都是很Top的 欸 其實都是台灣定間的狀元 然後但是就在稱稱篩選 對 它就是必須要篩它 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讓全世界的人喝到 所以它可能對於國際的視野來說 是很有代表性的 對 而且這是台灣首屆 那我們也非常開心台灣就是真的能夠走出去 讓全世界的人以品質來評斷台灣的咖啡風格 所以這也是蠻殘酷的齁 欸 很殘酷 因為以前可能人清土清對不對 沒辦法去買台灣我就支持一下 對 支持台灣 我可是現在是國際評審 所以他就是你的東西要夠好 他才會下足夠的錢去買它 可是我們今年喝到的咖啡 都是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好 所以我們今年什麼時候要標了 我們今年在8月24號 會在STV的網站上面 邀請全世界的買家來做競標 所以有點殘忍齁 如果標的不好 對 可是 我們要努力 可是很有趣的是 CEOE歷年的最高的單價 是在台灣去年的PCA 去年的PCA 是比較小規模的 對 那CEOE今年是比較大規模的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今年四個月 所以如果不小心我們又破紀錄 那就太棒了 特別是一種台灣的農民的努力成果 是 還有我們台灣的品味 是 農民的努力能夠被全世界看到 他就會更努力的去做 那就是個正向的循環 就會像是被咖啡學長說 這麼好喝 不要噁心 老師說的比較好的 實話說 真的很好 濃度很好 真的很好 我們兩個比較起來 我的比較清淡一點 你的繪飾和城市 而且尾段的尾韻是很長的 很漂亮 對 好是不是超濃啊 濃度很好的 而且一入口就是那個香氣 飽滿度 飽滿度 因為我用一筆大概14來抽 所以會比較濃一些 確實是 是 如果這種豆子的水準 這是拿第五名嗎 他這個中原拿到第五名 拿到第五名 其實已經真的是等級很好 國際的水準了 對 包括我們今年喝到第1、2、3名的 那個都是巴拿馬一金的水準 非常棒 了解 OK啊 所以如果各位今年還有機會嗎 在台灣得到COE的 目前都有陸續再半分享過 然後今年就是看有誰會把它飆下來 那當然大家如果沒有飆到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直接殺到那個莊園去喝 這就是我們地主優勢 那布丁金錶第一次 對 可是一樣會是好東西 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也算是對農民的一種肯定 對 對他的認可 你如果布丁有這麼多錢 可以買金錶 你可以買同樣的莊園 可能等級不會差一點 但是一樣好喝的 是是是 甚至現在咖啡館也可以買些生豆 回來自己的烘焙之間做生鮮 OK好 那如果各位對於COE有點有興趣的話 也鼓勵啦 也是鼓勵大家 台灣農民 那同時這也代表很多的背後的鼓勵 真的 對很多咖啡店也是去支持這些事情 然後大家一起把這個台灣的 能量咖啡充上去 推到全世界 所以真的是一件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 OK 好那我們再次感謝Steven老師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好 那我們這影片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想理一下 我們開始看看 小鐘 大家影片到這邊 到這邊 我們 guys 我們會那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